特ck PE 왕ي 你是否意味著特區 中央政府的避難官員的過程裏面 有人 przeci香港的處 var 要改變就是由這個AO的處理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這個我們都廣後再想 今天最明顯看到的現象就是 民官退場母官是去掌控特區政府的檢政系統 而大家很清楚 她的真正上司不是特首 肯定就是來自這一個中央 還有 如果新的全國名字 也有建制政黨的色彩 其實覺得可能會不會跟選舉政黨有關係 你覺得跟選舉政黨會不會跟之前 幫忙有安慰掌揚 我不知道 跟未來的那些國家 我不知道 不過聶德權走了 而換了新人上場 會不會其實對待著的立法會選舉的安排 有所變化 甚至是準備大量DQ候選人呢 這個我很怕你看最近的事態發展 我想如果連奧榮鏗議員跟足以示規則 去處理這個內會的選舉事務 都被人去質疑究竟是否去做銀行 和這個一國圓側的情況之下 我想很多人都可以貼掉了 所以可能找回一個高手來刁 然後就嚴問聶德權 當日11月24日 紅刀 這個守民公囊 所以大家適合以待 對於民情有沒有影響 對於民情是會有影響 當然對於民情是會有影響 我想大家都看到 其實一直幫了立法會的事務 市民是很容易的從 無論立法會的頻道 或者是報紙上面得息 而見到一直香港人信以穩真的 一些我們叫做條執 或者尊重香港的本地事務 原來突然之間 在二十幾年後 香港市民後的立法會議員 甚至去到官員 都是突然之間發現 原來他們是有監督權的 原來我們一直認知的東西 都是錯的 而且是突然之間在一晚半夜 1點多錯了 凌晨1點多 我相信作為市民 對過去一段日子的情況 我想大家都會覺得心得緊張 因為現在不單止是說監督權 是監督特區政府 甚至已經隨便取代了 這個特區政府的管治 現在是監督權落到立法會 而最後一個體系就是我們的司法制度 到底什麼時候去監督我們的司法制度 究竟一些法官宣誓完之後 用什麼來做基礎去決定 審議去評論 或者評估他們是不是尊重一國的原則 究竟他們的判決 是不是就是代表著 他們有否尊重一國的原則 這個很可能就會越來越明顯了 所以我覺得作為香港人 我們本來有一些無論是信念 核心價值 自由 或者我們的法治 現在都是面對著最大最大最血淋淋 也是最明顯的一個挑戰 不過可以說 正如剛才郭文貴議員所說 林鄭也都演出了這樣說 那之後會怎樣的話 我告訴大家會實在知道 所以我處理不同 那你會不會認錯 或者你會不會放過內容 警察你會認錯一些這樣的事 你又是香港人來的 所以我 你哪間公司 不用 傳媒有兩位傳媒有兩位 是這樣的公司 剛才我開場的發言的時候已經說了 就是不需要說的東西 就著內會那個處理方法 我一直都是以示規則 而其實解決現在內會那個死劫 不是說要靠中央出售的 如果解決這個死劫 是以議員那個集體智慧 就是去想一下究竟如何解決現在這個情況 才是最穩定的發言 不過我覺得同課這些說話 到現在已經沒有用了 因為很清楚就是 他們是不會這樣做的 好 拜拜 있기便是所有人來的 人們可以再驚不通 我香港人來的 可以失去 其他人去 都是 都 這 都 不是 你 想